大家好 我是馬千惠 歡迎收看瘋狂大明鍋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第一位邀請到的是 他明明就有投資台灣 就在今天投資 高雄面板500億的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郭董 謝謝 投資跟著我 絕對good timing 選舉跟著我 絕對good timing 我是鴻海的郭台銘 跟著我就good timing 謝謝 不過就在最近喔 每天喊破喉嚨 在高喊中華民國對決台灣獨立的 歡迎前行政院長兼參謀總長 郭伯川好杯杯 中國第三軍技術們 以及農民弟兄們大家歡迎 我是前行政院長 前參謀總長郭伯川 我想這次的對決相當的嚴重 我已經在節目裡面呼籲了 雖然我對連勝文沒有什麼想法 他說我還是會偷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戰勝台獨 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還有我披上這條絲巾 就是反暴力 這個立心積極會 這個月是反暴力月 判斷家庭在幫你 謝謝大家 不過這場選舉呢 其實說的話 絕對比好伯伯還要紅的 就是這句話了 不要讓勝文不開心的出處 歡迎資深媒體人陳敏鳳 就這樣 我以為要點是什麼 他把時間讓給我了 讓給下一位來賓 因為他很貼心 我下一位來賓 我都沒有曝光的機會 我主要介紹一下 台灣最紅的女子團體 叫南台灣小姑娘 南台灣最紅的一個政治明星 就是我楊秋昕 南台灣小巨人 不過今天真的是冤家入宅 秋菊同台同將的 歡迎我們高雄市長陳菊 是啦 各位我趕快 有都會在市面 已經我最初的 高雄市市民 大家好 妹妹妳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謝謝 阿姨 現在在自我介紹 這個節目我真久沒來 沒有錯 我就是誰 我就是我們高雄市長花媽 也是我們未來的高雄市市長 丹玉 非常開心來到這邊 不曉得 應該不會來了 不曉得 因為 沒有錯 我要忙於高雄市政 可能我就比較沒時間來這個節目 也再次要謝謝大家 我們的鄉親喜歡 在這幾天 我在給妳們拜票的時候 妳們夾到歡迎 抱我平平教 感謝妳 深深地一起說 謝謝妳 謝謝 下一位為您介紹的是 最近超萌超紅 而且是收視保證的 曹根女兒 包子妹 大家好 我就是姐姐 我是Chris 幾年四歲 我叫爸比 啊 我老爸比 回來 那裡 我 你不要怪我 我要去找爸比 啊 回來 回來 接下來我們請到這一位 是電影明星同時也是棒球好手的 曹佑寧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卡諾的演員曹佑寧 那我在這一次21EU世界青年棒球賽 我證明了我不只會演戲 我還很會打球 我是這一次的打擊王 安打王 那請大家繼續支持我 我是曹佑寧 謝謝 今天會發現呢 我們現場的節目來賓 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紫色領巾的造型 那麼主要是11月是反暴利月 在響應立新基金會的活動 好不過回到選戰話題來看看 這是選戰最後的超級黃金周 那麼有人說呢 這是史上最冷的選舉 也有人說 這是藍營史上最苦的一戰 好 所以各位 你們手上那一票 決定好要投給誰了嗎 所以米鳳要投誰 是不是選民心中早已有定見了 也就是說 現在最後這六天還會有變數 那麼這個候選人還在拚什麼 還要拚嗎 最後的幾天就是在顧票 如果沒有再像幾年前那種 槍擊案三顆子彈 我想大家都已經決定好了 說該贏的就會贏了 該輸的就會輸了 那只是說 現在在市場上面 或是在這個媒體上面 把票顧好 不要流失 這樣就差不多了 所以不會有什麼 現在不是很多的船都情資 什麼接貨 蔡依山會被潑什麼潑什麼 我這樣子講好了 不是 看我們以前的主持人也講了 這個月是反暴力月 是不是 反對家庭暴力 尤其是反對 我們虐待這個婦女跟這些兒童 我們要站出來 只要是有暴力行為的 我們堅決要把它消滅 可是還有語言暴力 沒有沒有 我沒有意思 我的意思 我可能激動了一點 你哭什麼東西 太大聲了 你哭… 沒有… 你哭… 你好可愛好不好 你哭 你可不可以儘量先克制一下 我講完 阿公講完你再講 再哭好不好 好貝貝… 連爺爺的混蛋說是不是 是不是算語言暴力 我想這也不能說是語言暴力 他應該算是 情緒的一種宣洩 他可能是一時心之口快 講出來了 你看看 但是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再有人提起說 連先生好像之前 對於大陸的一些 請自馬總統的演講稿 他是不是怎麼樣子 蘇琪寫了這個東西 他就不予回應了 是不是 他是怕幫… 再回應的話 蘇琪的這個書 賣得太好了 他就變成蘇琪兒了 是不是 所以我想 這次連先生被他這樣誤會 我想這個應該到此為止 不要再講了 如果說是像我講的 很多節目裡面我都說了 這次是台獨跟中華民國的決戰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們尤其是國民黨的這個黨員 一定要出來投票 把票 投給連正文 因為我兒子不能再選 我兒子要再選的話 我當然是投給他 所以我現在 就把連正文看似是我兒子一樣 好不好 我們把票投給他 如同這個豪卑卑講的話 我最近常上這個政論節目 這個陳文謙有專訪我 不要逼我離開台灣 我的理由就是說 為什麼我要支持連勝文 就是說 第一 他有國際觀 第二 他有人脈 第三 他有錢 說實在話 就算連勝文他不做什麼事 他至少背後有個專業團隊 會把他做到好 對不對 你反觀柯文哲的話 他就一直強調本鼓意思 可是你這次有看到 他有什麼專業團隊嗎 他先當選了以後 他就會有專業團隊 對不對 他現在一直跟人找人嘛 難道我們現在 還沒有當選總統 我們又要去弄個什麼 影子內閣嗎 不用嘛 而且你先把影子內閣弄出來 又會被人家攻擊 都回家不出來 還有什麼專業團隊 因為我們怕 我兒子回哪裡出來 我兒子投給你 為什麼你兒子選 我兒子沒有辦法選了嗎 那很遺憾 但是怕這個專業團隊弄出來 又被情資給公佈了 這些又曝光了 可能又沒有辦法組成 這個很好的團隊 對不對 所以說台北市是 台灣的這個首都嘛 對不對 如果首都的未來看不到希望 那別逼我離開台灣 我就是這個企業家 就是這樣的心態 謝謝 好 是這樣嗎 廣告就回來再進一步討論 好嗎 謝謝 好棒 謝謝 好棒 謝謝